每天吃一瓜 封闭结巴巴巴 赵路斯的粉丝跟余淑欣的粉丝最近时差了 两家粉丝为了爱豆的力图争吵 都认为对家的爱豆是仆女 还爱P图 其实赵路斯跟余淑欣都是四大仆女中的一员 两人都热衷于P图 但就这次来看 明显是余淑欣的团队男性修图当力突发 结果被扒出作假实锤 偏偏 余淑欣的粉丝死鸭子嘴硬 不肯承认这家爱豆的问题 这才跟赵路斯的粉丝闹了起来 而余淑欣的团队也不是第一次拿金修图自欺欺人了 现前他跟某品牌合作时 就猛批拍摄的物料 然后把金修图发了出去 随之品牌方同步发了未修的物料 两拨照片对比反差极大 余淑欣也因此遭到了吃瓜群众的吐槽 事后气不过的余淑欣投诉了 给品牌方做后期的工作人员 他不敢找品牌方麻烦 就把怒气发泄到了打工人的身上 这件事在圈内一度沦为笑话 而赵路斯也没少发心修图自欺欺人 只不过他很会笼络人心 每次都会请摄影师跟后期工作人员吃饭 尽可能捂住生徒 不让自己的形象受损 现在余淑欣的粉丝 跟赵路斯的粉丝还在打嘴仗 双方互报对方爱豆的生徒 双方团队已经下场处理此事 不想让事态持续发酵 影响赵路斯跟余淑欣的资源 双方互报对方爱豆